哈囉 到齊 那我們今天繼續來看一下 我們的微小姑的這個生存時間啦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喔 這是我們1月6號的這個凌晨4點50分喔 今天哲平出去練牌的時候 一直讓牠掛機一直讓牠掛機 因為我這邊的這個神燈啊 原本有差不多1萬多個啊 然後我就讓牠一直掛一直掛 然後現在的話 牠基本上是只能出現在我們這個該怎麼說呢 能出到超越以上啦喔 所以我就讓牠一直掛一直掛 然後終於啊只剩下7336的這個神燈的時候呢 哲平這邊終於是讓我們微小姑100等了 那100等能夠幹嘛呢 那終於可以變成真美了 好不好 太開心了 所以今天的話呢我們就來看一下 聖島終於啊變妹子囉 就決定是你了 鐵定好不好 耶 我們這個姑姑人終於變妹子了 喔好可愛喔 欸牠剛剛在帶那個實裝真的超可愛的 我的天啊 喔 完全沒問題欸 那牠技能這邊的話呢 應該就會變得比較厲害了 但是這邊已經達成我們這邊的首要條件了 就是讓牠變成人型啦好不好 來 你們變成人型之後 欸 好可愛喔 我的天啊 你看我們現在已經是一個散者的妹子了 而且這邊傷害蠻高的欸 說真的 還不錯 然後會瘋狂讓自己補血對不對 我感覺這個boss打我們扣的血也是扣很多欸 哇 哭了 我們打贏嗎 哇 打不贏 結果還是輸掉了喔 不過至少已經達成我們目前所想要的目的了 就是讓我們微小姑進化成妹子的環節啦 那我目前感覺就是 因為我有時候會去看一下阿貝的頻道 阿貝牠伺服器應該是在我們比較前面的 所以牠有一些東西會提早我們先出啦 所以感覺也不太知道就是 大家可以去看阿貝那邊可以看到後面會出的東西 然後大家可以去抽一些做旗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我是覺得 我們現在已經達成我們這個首要目的了 就是讓我們微小姑進化成這個 滲倒妹子啦 喔 好舒服喔 看到這個角色變妹子真的是太舒服了 這不枉費 欸我這邊掛了差不多有一個禮拜了阿 還是有兩個禮拜了 反正也玩滿久了你知道嗎 終於是讓牠到這個100等了 然後再更上去的話基本上還會有一個就是那個 先知啦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欲速式的這個最強 那主要來說我那個時候是覺得就是那個 聖導阿就是這個 先知的這個妹妹的這個表情跟這個髮型 是比較屬於哲平的菜的 所以我就來把牠就是進化了 我也沒去管說誰打會比較強或幹嘛 反正就只是個掛機遊戲 我們就是 然後讓牠繼續掛的就好了 我現在基本上家族也都是有在幫忙打一些東西啦 但是我們那個 逮捕別人或幹嘛的這個東西 我就沒有去做太多了 因為我這邊感覺我應該打不贏啦 不過最近我們也開始拿到這個超越的這個裝備了 然後我們好像是以下又拿到了幾隻那個 比較卓越嗎還是什麽 就是紅色的這個寵物啦 所以其實還算是蠻開心的 像那個熊貓阿跟我們上次拿到的那個龍吧 還是旁邊那個很像麵花種子的 那隻好像也就是我們那個喔 也就是我們那個新的那個就是大小 給牠看一下 我們目前來說有這個新的這個技能 是無償所命跟這個狂風過境 然後夥伴這邊的話是有這個 武林高手的這個熊貓 and我們這邊的這個火尾 就是這幾隻 還在不斷的努力抽當中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召喚環節阿 已經被我召喚到這個10等了 所以好像最高還是只能抽到傳奇阿 這個其實說真的很難刷捏 喔 我靠 太爽了吧 呵呵呵 哇以後都鹿片抽好了 鹿片直接抽到一個好像蠻猛的東西耶 唉唷 哇第一次看到這個傳奇直接在這個影片之中誕生 這已經是各位觀眾朋友給我的這個好運阿 然後鑽石的部分的話我現在都是真的都是拿來就是先生就是我們那個神燈的這個部分 我就是不等的 然後其實不等我們一直挖我們現在鑽石還有8萬多耶 那個鑽石的話大家基本上大家會那個怎麼花耶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因為 我基本上都沒在花鑽石 我也不知道就是鑽石都一定要花在哪裡 敢不敢 這邊也給我一個傳奇 不敢 這邊是我們這個史詩的 來啦 傳奇啦 噴個紅色啦各位 老哥 該來囉 紅色來 沒有 哇很難捏 感覺這邊大家是不是都是拿那個票券加鑽石去一直狂抽阿 其實我們鑽石還有其他的這個用途 因為我覺得目前來說鑽石對我來說的用途大概就是 一直不斷的那個吧 一直不斷的就是去那個加速我們神燈這邊的這個東西這樣子 我自己感覺是這樣子嗎 哈哈哈哈 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搞好不好 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鑽石的花費方法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目前來說看一下我們這邊應該是可以挑戰一些這個吧 畢竟我們已經是展成是人型了 人型應該是很可以打敗這些咕咕型吧 是不是 那這些都還是咕咕 我們應該是不太可能會輸了吧 都已經長大成人了 如果還輸的話那真的是有點偏尷尬對不對 謀扣靈 謀扣靈 應該是可以免斃好不好 應該是可以免斃 弄死他嗎 弄死他 可以 然後裝備來說的話就只能慢慢的弄 慢慢的弄 看一下喔 這個痘痘我感覺 你看他還是個咕咕 我就不信我打不贏他 我好歹也是人餒 欸不行餒 餵卯阿 其實我還是不太知道這遊戲的機制是怎麽樣 我以為你只要就是長大成人型喔或幹嘛之類的你就會很厲害 這可能是他的裝備或是什麽東西贏過我吧 感覺是這樣子 完了 呵呵呵 GG了 因為裝備其實還有蠻多一些比如說反擊裝阿或是什麽一些什麽額外的一些裝備這些都是會有影響的這種感覺喔好不好所以 那如果大家就是想要再更精確的研究這遊戲的話基本上喔 就是直接著轉我們阿貝的這個頻道喔 就可以讓大家看到更多的這個東西喔 那我自己目前來說這款遊戲目前已經玩到一個頂了 那我自己覺得我已經玩到一個我的目標了 只是他如果後面有更多這個妹子的一些時裝的話應該不錯 因為其實在我們那個過年的這個環節阿 其實像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有一些都還有一些那個 唉唷 已經結束活動了 他都還有一些就是我們那個 實裝啦 所以我覺得 實裝基本上還有一些裝備 所以 只要就是你有好好拿的話應該都還算是蠻舒服的 而且實裝也還算是蠻好看的這樣 你就可以就是比較好的就是看到那個更多的這個角色的一些東西 然後做起跟這個神器這邊的話也是會顯現出來啦 只是就是要慢慢的給他弄一下這樣感覺 然後這邊有這個武魂的這個環節這樣子 好 那現在來說的話呢 我們家族阿就是不斷的一直一直打 其實我們家族還蠻好的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在偷懶阿 我們家族也沒有要把我踢掉的意思 我真的很感謝他 我真的是完全全都不知道我幹嘛 我每天就是上..但我很乖啦 我每天都有上限把就是那個 神聖任務解掉 而且我另外一隻平板阿真的是完完全全每天 就是一直都在玩這個遊戲 一直掛一直掛 我就是想要看一下我們這個微小姑 從左邊這個小姑姑型態 變成現在這個正面型態喔 真的是太舒服了 值得紀念阿 值得紀念的好不好 但不知道我們一直玩下去的話 會不會有機會可以變強欸 我也不知道啦 就因為可能有一些東西我還沒有花費或幹嘛的 所以可能就是沒辦法跟別人抗衡之類的 但是不知道就是接下來如果我們就一直這樣 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下去 然後每個活動都有跟的話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但活動的話基本上因為我都沒有花錢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 沒有花錢是不是就沒辦法打贏之類的 但我也不知道阿貝有沒有花錢 而且我也比較少在看阿貝的影片 一直會接大家下去看 然後自己沒看 沒有 因為我的目的就是 讓我們這個微小姑進化這樣 但我覺得可以跟別人PVP也是還蠻好玩的 而且還可以跟公會一起努力成長之類的也是很不錯 不過就我來說這款遊戲就是比較偏一個掛錢 阿還有啦 我就是如果我要花的話 我還要花這個部分 就是花家族的貢獻這樣好不好 我覺得永遠都是有在貢獻的 看一下喔 我們這邊是微 我們這邊有2000 周火藥是2000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很正的這個 什麼 這是冤嗎 這個字 這個傻傻好像很厲害阿 因為他們是裝備都超高等的 我的天阿 其實這遊戲好像也是蠻多妹子在玩的 說真的 嗯 大家也可以就是在那個公會聊天 這公會應該有就是那個阿 應該有lite 只是我沒加而已 我們這邊 剛剛又抽到一隻是不是 抽油煙機欸 阿我怎麼剛剛都沒看到我自己有抽到阿 太誇張了吧 然後現在目前來說的話呢 另外一個更高級就是先知了好不好 那其實可以重置這個職業啦 就是可以重置 只是我覺得這個聖導的跟先知的造型真的是 比較偏好看一點點 所以我就特別就是有去弄他這樣子阿 完全沒有問題 看一下喔 再給我扁一次 有沒有機會把這個鼓打爛 我好像都是第一波這個 炸下去的傷害比較高啦 然後後面我好像就是比較容易被這個 咕嚕給他打死 阿不是阿 我們先知跟聖導不是這個補血師嗎 他怎麼補不起來阿 那不是很奇怪嗎 為什麼 為什麼突然就補不起來了呢 好啦那經驗話基本上主要來說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們的微小姑 終於進化成長成這個妹妹了好不好 那大家如果 覺得這邊有哪一間地方可以再強化或是 可以更強的話也可以跟人分享一下 因為目前來說我商店這邊應該都已經 抽的差不多了 只是我這邊的那個 什麼 就是武魂跟裝備這些都還沒有特別講究啦 我想說他們先就是努力到達就是那個 先努力到達就是那個超越等級應該就不會 好不好 好那下一次見面的話很有可能就是我們的微小姑 一百多長 接下來是要幾等 幾等才可以轉 轉成我們的那個先知 我覺得覺醒欸 他覺醒要怎麼覺醒 一百一十等 可開啟五轉覺醒 那下次見面可能就是我們一百一十等的這個時候了 或是大家有跟這邊分享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這邊會再跟大家分享了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了 我只是分享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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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även想知道 我們什麼時候 我們還是會試試看 我們要一下 олн壁 我們在一起 就是我們不再搜的 我們下院 我們下班 還有很多家裹 我們下班 我們下班 我們會送我們 今天我們下班